振兴医生会客室 就会影响一个视力 看东西的感觉 对比敏感度都会下降 那一般常常听到白内障 会觉得是老年人 老化常发生这样的状况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形 例如眼睛受过伤 例如你有糖尿病 你有青光眼 甚至你眼睛发炎 红彩炎 或者是你做过眼睛的一些手术 都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另外在台湾 有一个很常见的 就是高度近视 你只要近视超过500600度以上 我们定义为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的族群 也会比一般同年纪的人 来得比较早 发生白内障的机会 所以其实白内障 已经不单单是老年人的疾病了 他在年轻患者也会发现 那我们接下来 就会跟大家来介绍 认识白内障到底是什么 其实白内障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眼科门诊 常常大概可能七八成的患者 都是视力模糊 但是视力模糊要去厘清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视力模糊 因为视力模糊 它可能是角膜的问题 可能刚才提到水晶体 雾掉的白内障 也有可能是比较后面 四神经 青光眼的问题 甚至是黄斑部退化 所以这个需要去一一厘清 以一个医生的角度 我会建议患者 如果有模糊的症状 你就以前看得到 可是现在觉得视力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情形 这时候请先 一定要去眼科门诊 看过一次 请医生帮你确认 到底是什么问题 造成你视力不了 如果你 医生说你就是白内障 其他没有问题 你没有青光眼 没有黄斑部的病变 没有角膜的一些问题 那你可以看看你的需求 你会想说 我今天还不想开刀 我觉得戴眼镜免残害可以 我有一些就是怕手术 所以白内障 不是一定要马上处理的一个状况 但是要知道 你要去排除其他的症状 例如你黄斑病变 你黄斑病变 你如果不立即做打证治疗 你可能会措施 治疗的黄金时间 所以我刚才提到 眼睛模糊是白内障 最常遇到的症状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原因 所以你必须要去厘清 你眼睛模糊 是不是单纯是白内障造成 那另外除了眼睛模糊外 你可能是看东西的一个色调 我们讲对比敏感度 变得比较差 你以前可能看这个红绿灯 红绿很清楚 可是现在你看这个色调 感受度没那么高 你会觉得好像看东西暗暗 没有那么鲜艳的感觉 我们叫敏感度 对比敏感度变差 这个也是一个白内障的症状 那另外呢 其实就是你看东西啊 我们讲说 以前你可能日常生活 你可以行走自如 看那个公车远远来 可以看到 你就知道要挥手 要招公车 走楼梯 行走自如 上下阶梯没问题 可是你最近觉得 公车看不到 或者是你爬楼梯 觉得怕怕的 脚怕踩空 这都是你日常生活中 影响到你的作息 还有一些家屏主妇 哇以前切菜很顺啊 这个缝衣服 穿针引线 没有问题 可是呢 最近开始 你觉得怎么都看不到 不清楚 有一些状况会产生 这都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作息 都有可能是白内障 初期造成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白内障手术 很简单 我们就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你来 病人说 我今天视力不清楚 已经影响到 我的日常生活作息 刚才我们已经有提过 你可能这个走楼梯啊 会踏空 或容易跌倒 这已经影响到 你的日常生活 那第二个就是 眼科医生看 眼科医生用裂气灯检查 哇一扇筒发现 哇你这个白内障 真的很浑浊 我们通常讲 十分满分 已经超过 五分六分的浑浊度 另外第三个 最客观 就是去量视力 量视力不是随便量 是最佳矫正视力 你要去验光 看你是不是有近视 远视 闪光 带眼镜矫正 最佳矫正后的视力 小于0.5以下 这个就是 可以开刀的时间点 所以三个点嘛 一个是 你觉得模糊 第二个是 一身看 真的很浑浊 第三个 视力小于0.5以下 但是你要确认的是 我刚才提过 很重要 就是没有其他 眼睛结构上的问题 你不要说 黄斑病变 跑来开白内障 你不要轻功炎 跑来开白内障 没有用嘛 你要确定是 白内障 造成视力模糊的原因 才去处理 白内障 这时候就是 可以开刀的 最佳时间 刚才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点 就是要先 术前检查 确定它 白内障以外 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你黄斑部 够健康的话 我们做完 白内障的手术 基本上会把 原本混浊的晶体 就是白内障 会用超音波 把它震碎 吸除之后 会植入一个 人工水晶体 全新的 这个水晶体呢 可以帮你 做一个趋光的矫正 让你的这个光线 可以重新投射在 黄斑部 视网膜上 是完整的 很清楚的 所以原则上 如果都没有 其他的状况 你应该 术后至少 0.8 1.0 没有问题 当然在术后的 恢复上 你必须要 听从医生的指示 你可能要点药水 预防感染 然后你要点一些 人工泪液 点一些抗发炎 消炎的药 来减少 它的发炎反应 来加速 角膜的修复 还有让眼睛 回复到原本状况 的速度更快 所以基本上 你不要故意 去碰水 揉眼睛 乖乖点药水 通常视力 都可以回复 大概0.8 1.0以上 没有问题 除非就是 有一些其他的状况 它会让你的视力 没有办法达到 预期的 恢复的效果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有一个疾病 俗称叫 复发白内障 但它其实不是 真的白内障 就是当我们开完 白内障手术的时候 我们会故意 在眼睛里面 留一个囊带 这个囊带呢 留在眼睛里面的目的 是撑住植入的人工水晶体 但这个囊带 因为它时间久之后 有些人会有一些 纤维化的浑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水晶体 后方会有一层 薄薄的膜产生 这就是囊带 开始纤维化了 所以它会造成 有些病人说 我刚开完白内障手术 哇 视力好清楚 怎么隔了几个月 是那一两年之后回来 怎么慢慢又不清楚了 这时候大部分 可能七八成的原因 就是我们讲 复发白内障 就是这个囊带 它开始纤维化 纤维化造成 你这个光的穿透 又受到影响 不过这个其实 还蛮好处理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囊带混浊 我们利用这个镭射 把这个囊带爆破开 让这个眼睛的光 又可以重新穿透 经过这个人工水晶体 就可以帮病人 重新回复它的视力 这个健保也有给付 所以其实原则上 这种是很好处理的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 囊带混浊这个原因以外 通常不会再有 新的白内障产生 大概白内障手术 一生原则上 只要做一次手术 如果你手术是很顺利 很安全 没有任何的并发症 产生状况之下 大概一个眼睛就一次 一生顶多 你就是做两次 两个眼睛 你一个眼睛做到两次 甚至三次以上 这种机会很少 通常会做到第二次 第三次的手术 大概是因为你第一次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你的眼睛可能比较 没有那么好开 或者是你的旋韧带比较松 甚至是你有一些 残存的晶体还留在眼睛里 没有办法清干净 那才会需要做到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的手术 来让整个白内障的恢复比较好 就是我到底开白内障手术 要放哪一种人工水晶体 这个是病人常会问到的问题 现在很多种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从功能来区分 刚才有提到白内障手术 简单来讲 就是我用超音波震碎白内障 然后植入一个人工水晶体 你可能十几年前 没有什么选择 就是健保片跟非球面 那现在很多种 我们用功能来看 就是有单焦点非球面 单焦点矫正散挂 那接下来就不是单焦点 它可能是矫正老花的 矫正老花就有分为双焦点 三焦点跟盐焦段三种 病人常会问说 我到底要选哪一种比较好 我说实在话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水晶体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最好 没有完美的人工水晶体 所以呢 才会让病人有很多的选择 那你说我到底要选哪一种 我会问病人说 你今天需不需要看书看电脑 你需不希望 你做完白内障手术 都不用带眼睛 我常会问这个问题 如果你希望都不要戴眼镜的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你远中近 都不用眼镜的辅助 你可以看得到 你基本上就要选择 抗老花的双焦点 三焦点 或者是眼焦段这种 这种水晶体 它可以多二到三个焦点 来帮助你不用戴眼镜 去辅助看 那刚才我有提到单焦点 单焦点的意思就是说 通常是放成看远清楚 那你看镜就需要戴一个老花眼镜 所以单焦点相对来讲价钱比较低 但是它就是戴个眼镜 可以看镜的东西这样 所以功能越多 价钱越贵 但是功能越多不代表效果越好 所以你要看病人的需求 那如果病人跟我讲说 我就是远中近都不要戴 然后我希望每个地方都很清楚 我会跟病人讲 多焦点有它的缺点 因为它把光分在远中近 或者是远中两个焦点 它会把光分散掉 所以假设是单焦点 我们想象单焦点的水晶体 百分之百的光 经过这个人工水晶体 百分之百投射在一个焦点 所以你的影像的quality 影像的品质是最好的 可是你想象 如果把这个光分50%在远中 或者是30%在远中近 这时候你的quality会变差 但是它的好处是 我比较不用戴眼镜 可是它的清晰度反而没有单焦点那么好 这是它的缺点 另外就是因为会分光的状况之下 它会有一点点在晚上看东西 会有一点轻微的炫光感 所以我会跟病人问说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你晚上会不会夜间开车 你如果夜间常常要开车的人 我就会跟病人讲 你就不要考虑多焦点 因为多焦点你晚上一看东西 全部都是光晕 会影响到你的社觉跟视觉品质 所以反而会造成干扰 你可能只是为了近距离 不要戴老花眼镜 可是你平常开车 哇会一堆杂光出现 会反而造成你日常生活 不必要的困扰 这个我会跟病人都讲清楚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单焦点有飞球面 这个3万块 矫正闪光4万5 矫正老花双焦点6万多块 三焦点8万5 眼焦段9万 然后如果你又加上闪光 闪光加老花一起 可能10万12万以上 所以价钱跟功能有关系 可能一个正比相关 但是功能越多 不代表对你越好 所以你必须要去跟你的医生 有一点沟通的时间 你要跟医生说 我平常是做什么活动 我的期待是什么 我希望能够远中 或者是远中近 或者是我近距离看得到 比较重要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3C产品 都是看电脑看手机 所以他反而远没有那么重要 有些人他说我近的比较care 那可以换一个角度想 就是我可以把单焦点放在近距离 远戴眼镜 近视眼镜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呢 要跟医生跟他说 你希望达到什么状况 然后你平常的活动 有些人根本没在看书 跟你讲说我要三焦点 那我说你为什么要三焦点 他说因为大家都要用三焦点 他还想用 我说那你都没有看书 其实多这个功能 你反而会有一点点夜间炫光的问题 你不一定需要 病人就 那我可能就不一定要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要了解自己的状况 跟自己的需求 再去选择你要用哪种水晶体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不是越贵的越好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迷思 我今天花很多钱 什么都包的感觉 但是其实科技还是有它的极限 所以它毕竟没有办法说 你开完白内障 随心去放进去 回复到跟你年轻时候 一样的势力不可能 毕竟它是一个人工的东西 所以它利用一些光学的原理去分光 让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焦点 可是它相对会牺牲掉一些清晰度 这个是必须要去接受 其实白内障 它是一个感觉很小的疾病 但是你不理它 它很严重会致 我们其实台湾就医很方便 你看三部一间诊所 五间一家医院 所以病人想要去看眼睛 接受白内障手术 几乎每一家医院都可以做 但是有些病人会害怕 他就是觉得说 我今天不想做手术 有些病人自己当医生 自己就下诊断 我刚刚有提到 一定要至少看一次眼科医生 确定没有其他问题 你眼睛模糊了 赶快先来看医生 医生确定真的是白内障 你不敢开刀 你可以稍微等他 等真的比较严重 再来做手术 但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例如青光炎 例如老年黄斑病变 例如视网膜血管 阻塞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等等 这个都是要赶快去处理的问题 如果你一直拖了 拖到黄金治疗时间 反而会让你的眼睛 未来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很好的视力恢复 就蛮可惜的 常常会有病人问我说 这个要怎么保健 怎么保养 其实我觉得就是饮食均衡 睡眠充足 那紫外线是目前唯一一个最常被大家提到 对眼睛很明显有伤害的 所以当你户外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戴UV Protect 紫外线预防的这个太阳眼镜 那到底要不要吃叶黄素 吃一些保健食品 我觉得这个就看个人 目前唯一有临床证实预防 老年黄斑病变 叶黄素 玉米黄素 可以 但是它是属于保健的效果 而不是治疗 不是因为你今天黄斑病变去吃 叶黄素会好 它只是预防你恶化 所以你可以平常当保健 但是不用一直猛吞 把它当成治疗药 就没有用了 所以保健食品 就是平常保养用 而不是当成治疗的一个效果 大概就是维持一个平常心 就是让自己生活的很开心 然后太阳眼镜 如果觉得眼睛不舒服 看不清楚 一定要就诊一次 确定没有其他问题 我想应该这样 眼睛的保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通常我们看完白内障手术 大概隔天 隔一周 然后大概隔两三个礼拜 大概看个两三次 通常就稳定 所以其实原则上白内障手术 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但是也是需要很密集的追踪 通常看个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很OK了 不要拖你的眼睛的模糊感 就是确定单纯有什么问题 先找你的医生 然后要多一点的沟通 如果有状况 不要拖延他 赶快处理 那真的害怕 可以跟医生讨论 到底可不可以放久一点 如果可以放久一点 那就放 那不行的话 就是赶快处理 再见 更好 大家 sip 这个 我 刚刚才 主题 下词 来 咱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